你好,我是劉海霸 今天要講的這個 SEO 的單元 是跟這個網站的主機有相關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很多 SEO 文章怎麼寫 或是圖片怎麼優化 或是網站內容怎麼優化 或是你要用什麼樣的價借軟體等等 那今天講的主要是 這個網站它的 SEO 跟它的主機本身有什麼關係 那首先呢,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講到的就是這個網站載入速度 假設你的網站載入速度比你的同業更快 那你的 SEO 就會比你的同業更好 當然 SEO 是有我們常講過有好幾十個因素去組成的 所以呢,網站載入速度它也是其中一個因素而已 但是你每一個因素都要能夠贏過別人的話 那你的排名的成績就一定會比你的同業更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講到就是網站載入速度 速度越快的話,你就是優於你的同業 第二個呢,我們要講到網站的穩定性 網站穩定性包含什麼 就是你的網站不要被駭客入侵 被駭客入侵就不算你的網站穩定了 因為一旦被入侵,你又很可能 你很可能造成幾個損失啦 譬如說你的 SEO 排名會往下掉 為什麼?因為 Google 在爬行蜘蛛 去瀏覽你的網站的時候發現 你這個網站不存在耶 因為網站當掉了 掛點了 裡面資料被洗劫一空了 沒有東西了 或者是跑進去就是 404 網站看不到 網站出問題了 這個會非常非常影響你的排名 因為 Google 會覺得你這網站根本不存在啊 所以如果你不趕快去修復你的網站的話 當下次搜尋蜘蛛又來你的網站瀏覽的時候 會發現這個網站還是不在啊 那他就把你的排名逐漸的往下排 問題是你的網站如果掛掉了 被入侵了那你的資料不見了 那你要怎麼樣在最短的時間內 恢復你的網站 那當然是你之前要有備份檔案 然後如果被入侵 資料被刪光光的時候 你可以趕快把檔案還原回去 所以有些虛擬主機它其實內建了一些 幫你每天自動備份的功能 如果你的網站是會自動每天備份的話呢 那至少你發現你的網站掛點的時候 你把資料還原回去至少它的最大的誤差率是一天嘛 對不對 因為是每天備份嘛 但是如果你沒有備份的話呢 那就完蛋了 網站全部重建 那會有一個很不好的後果 就是每一個網址 就譬如說你網站首頁有很多內頁 每一個內頁他都會有一串網址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網站不見的話 你將來要重建 你的那些內頁的網址全部會不一樣 那當初有可能很多文章被收錄到搜尋引擎的 將來如果被人家搜尋到了 點進去之後 人家也會找不到那篇文章 因為你整個網址排列都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會導致你的SEO會下滑 那第三個就是你的網站有沒有SSL的驗證 就是我們上一段影片講的 你的網站有沒有https這種加密機制 那這個https這個加密機制 就是在那個2014年的時候 Google就已經告訴大家 已經有這個公告了 就是這個SSL加密機制 會讓你的SEO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他也是在SEO的排名裡面的其中一個因素而已 至於這個因素會不會比重越來越高 我覺得應該是會 因為現在的網站 你看現在的網站 以前是只有銀行有SSL加密 現在幾乎 幾乎大部分的網站應該都有了 或者是那些免費 像Webree 免費的 或者是wordpress.com 免費平台 他們都已經 只要你用免費的網址 他也已經提供你SSL的這個加密機制了 那如果你的網站是自己架設的 還沒有SSL 那你要不要趕快去修改一下 要啊 那第四個是這個主機的位置 如果你要做生意的目標對象是在台灣 那你這個主機最好就放在台灣 所謂主機在台灣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IP IP是台灣的IP 有很多同學 都知道IP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有鎖定區域的 就是說每一個人的 每一台主機的IP 絕對不會一樣 那這個IP 台灣有台灣的IP 大陸有大陸的IP 美國有美國IP 所以只要知道你的IP是什麼 我們去查詢就可以根據這個IP 來得知你住在哪裡 你的主機住在哪裡 你的網站是在哪裡 所以這個IP如果是在台灣 那對你的SEO會比較有幫助 因為你的客戶如果都在台灣的話 他們上這個IP 看這個網頁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網路嘛 網路如果連到美國去 台灣連到美國去那個路程是比較長的 所以時間會比較慢的 那剛剛第一點有講到嘛 就是載入的速度越快的話 你的SEO效果就會比較好 就比別人好 那當然就是距離越短的載入速度會越快 但是啊 有了CDN技術之後 CDN就是一種他會幫你 以前叫Poxy伺服器 就是戰存檔 就是說有這個CDN機制的時候 你的網站不管是在美國 然後你人在台灣 可是他會在台灣也會複製一個 戰存檔在台灣的主機 所以你上這個網站 即使是美國的網站 可是他會先連到台灣的這個代理伺服器 Poxy Server 代理伺服器 其實會有這個戰存檔 如果你第一次連到他的網站的時候 之後呢 你再連他的網站 其實會非常非常的快 那有這種CDN技術的時候呢 他可以改善你主機不在台灣的問題 即使不在台灣 你的連線速度還是可以很快 綜合以上四點 如果你是自行架設網站 自己租用虛擬主機 你能不能改善 讓上面這四個因素 都能夠做得比別人還好 那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使用 wordpress.com 或者是使用 webly.com 這種免費架設的網站系統 當然他本身也有提供付費的功能 免費提供服務 然後又有提供付費的服務 這是能夠確保這個主機商 不容易倒閉的關鍵 因為他如果純粹提供免費 他就很容易倒閉 其實因為美國的規模經濟 比台灣大非常多 所以他們可能有幾千萬個客戶 那這家主機公司就不容易倒閉 所以如果你使用他們的免費服務 其實你也會相對安心的很多 那以上四點呢 網站的載入速度 他們自己會去維護他們的主機 所以載入速度都很不錯 你不用去擔心 那第二個網站運行的穩定性 因為他們是大型主機 所以也不用你去操心 第三個 使用SSL的加密機制 我剛剛講過了 他們本來就有提供 免費的網址 就已經有提供SSL的加密機制 所以你看他們的網頁 都一定是由HTTPs開頭的網址 第四個主機商的位置 他們其實都在美國 但是你會發現 你從台灣連過去也是很快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懶人包教學裡面 教的是Weberley這種架設官方 非常適合的網站 最近又推出的這個 Wordpress.com 只要申請帳號密碼 就能夠架設的部落格 我們專門用來做內容 創業內容行銷 你可以撰寫好幾百篇 甚至數千篇大量的文章 來讓你的SEO提升 但是你又不用去考慮到 這個主機的穩定性 或者是他掛點、備份 還原的這些問題 這些需要比較技術性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可以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我相信 大部分的人 要學習這些技術的問題 都有一點點門檻 所以我鼓勵 我們要的是內容創作 我們不要去學那麼多 電腦方面、網路方面的相關技術 因為那些技術不是普通的技術 那些技術真的是有門檻的 他會耽誤掉我們很多內容創作的時間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一個主機對SEO的影響 至少,不一定會aged 野党vens隊 成功 分板